好,大家好,我是健壤蔡川普 我们在研究蟑螂的时候,在饲养蟑螂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说,如果今天的食物已经坏掉了 有些蟑螂会选择不吃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蟑螂也是一个自有正常的生物 它如果吃坏肚子,生病,被感染了 它一样会死掉,一样会生病的 好,所以就衍生出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蟑螂吃到一些病原体 它接触到它的病原体 它吃到了对它有害的食物的时候 它也会中毒,也会生病,甚至死亡的 那我们生活中会看到一些酸臭掉的食物 比如说牛奶放酒烂掉,臭掉了 把一些大豆放酒,米饭放酒会酸臭掉 那这些酸臭掉的食物,蟑螂会选择吃它吗 那我为了这个主题做了一个实验 我跟我的学生录了一段影片来研究 我们人类认为已经坏掉的食物 吃了会影响我们人类的健康 我们吃了可能会拉肚子 那对于昆虫或对于这样而言 这些是坏掉烂掉有害的食物吗 还是就算这个食物已经酸臭了 它依然会把它当作主要的食物来吃呢 我们就做了以下的视野 我们挑了两种不同的食材 一个是牛奶 一个是黄豆 那牛奶这一组呢 我们挑的是放到臭掉的牛奶 另外一个是新鲜的牛奶 一个是利用乳酸菌发酵的无糖优弱乳 这些牛奶已经被乳酸菌发酵过了 一样有细菌之身 但是就有单一菌种叫乳酸菌 然后没有加糖 因为脏了艾滋糖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这个实验是酸臭牛奶 新鲜牛奶跟那个无糖优弱乳 这个是第一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呢 我们挑的是煮熟的黄豆 煮熟的黄豆放了一阵子 臭掉坏掉了 又酸又臭 已经臭掉了 跟我们利用那个枯草杆菌 去做发酵的那个纳豆菌 纳豆有纳豆菌是枯草杆菌 纳豆菌是一种食物腐烂的过程 只是这个菌叫枯草杆菌 那有些人研究认为 它在腐烂过程产生了一些物质 对人体健康有利 所以纳豆变成是一种食物 但是它也是跟一般的维生物 腐烂的过程很像 好 所以这是第二组实验 一个是自然环境下 放到酸臭掉的大豆 跟新鲜煮熟的大豆 跟通过枯草杆菌 纳豆菌发酵后的纳豆食品 这三种豆子那蟑螂会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 我们就透过这两组实验来看看 蟑螂到底会不会吃酸臭后的食物 那不论它吃或不吃 它在我们研究昆虫的角度来讲 它各代表什么生物学的意义 好 那我们等一下在我们的实验的后面 我们看实验结果 然后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从这个实验学到了什么蟑螂的新知 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的实验吧 这个实验呢我们拿的是酸臭的牛奶 跟新鲜牛奶跟无糖优肉乳 然后让一龙蟑螂来做选择 那我的顺序就是按照刚刚的顺序 这是酸败的牛奶 这是新鲜牛奶 这是无糖优肉乳 好 那我们在说时摄影的观察当中 我们会注意到 酸败的牛奶一下就喝完了 吃光光 然后无糖优肉乳是第二个 那新鲜牛奶呢比较乏人问津 就是这样吃的比较少 所以在牛奶这一组实验来讲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酸败的牛奶跟无糖优肉乳是最早被吃光的 那反正新鲜的牛奶 脂肪比较不选择 那另外一组呢 我们利用那个煮熟的大豆 那其中的酸败的大豆 跟一般新鲜的大豆跟辣豆来看 你会发现 哇 酸败的大豆这边非常匿急的脂肪在吃 因为酸败的味道比较重 他就一下跑过来把那个大豆吃一吃了 好 那从这两个实验我们发现到 我原来认为酸败的大豆 臭掉的食物 脂肪可能吃了会拉肚子 可是后来发现脂肪其实对他的选择是非常旺盛的 那可以这样诠释吧 因为食物腐败之后就会被所谓的清除者吃掉了 而脂肪就是自然界 森林中的清除者 所以酸臭的食物本来就是他天然的食物 所以以前有些坏掉的食物 我们人类吃了会对我们身体不好 因为可能有坏菌 可是这些坏菌对脂肪讲不一定是坏菌 也许是好菌 所以他天生就是吃臭掉的食物 所以对他来讲 臭掉的食物呢 是他本来的食物 另外呢 酸臭的食物的气味比较重 而这个气味会吸引昆虫来吃死 所以味道比较重的酸臭大豆 或是味道比较重的酸臭掉的牛奶 对蟑螂会有比较强的吸引力 所以他就会比较快的过去把它吃掉 所以他对食物的选择跟人类不同 人类看到臭掉的食物会觉得吃了会拉肚子 可是臭掉的食物对昆虫来讲 尤其是对蟑螂来讲 本来就是他天生的食物 他天自然的食物 他就是吃这些坏掉的食物 他就是清除者 而且那个食物酸臭的味道正好吸引昆虫 引发食欲过来吃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时间中可以看到 酸臭的食物反而会因为强烈的气味吸引昆虫来进食 那新鲜的食物反而没有强烈的气味吸引昆虫来 所以这样吃的频率就比较低了 看这个影片中到这边 大家 蟑螂们还是经常都是在吃那个酸臭的大豆 好像纳豆啊 或者是新鲜的黄豆 吃的频率就小很多了 以上就是两个我们对于蟑螂 对于酸臭的食物有没有偏好的食言 就证明了酸臭食物的气味 确实可以吸引蟑螂来进食 对于蟑螂来进食物的气味